Hello大家好,我是阿玛 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讲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梗的神话故事 里面涉及到日本神代史中非常渣的一位渣男 所以女性观众看到后面可能会有些生气,我要事先说明 故事的背景是天孙降临,这个概念我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说天召大神派自己的孙子穷穷储尊,下凡统治 那穷穷储尊这样一个超级富三代,超级官三代 Super Grandesan,顽固子弟,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泡妞 一下凡他就看上了一个大美女,叫木花开叶姿 一见面就缠人家的身子,要和人家结婚 但木花开叶姿可不是普通人 他的父亲叫大山金剑,是日本的山岳之神 属于国经神中的扛霸子,段位非常之高 我举个例子说明他段位有多高 当年施左之男斩杀巴持大蛇后,救下的妹子吃稻田之 就是大山金剑的孙女,所以她是施左之男的岳祖父 这个辈分大家可以明白吧 大山金剑听说天赵的孙子要娶自己的女儿 自然是非常高兴的,门当户对马,同意了这门亲事 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石场姿,二女儿就是木花开叶姿 他觉得自然对方这么尊贵,不如我把两个女儿都适配给他吧 他自作主张把两个女儿全都送去了 木花开叶姿确实是大美女,但是他的大女儿石场姿是个丑女 穷穷储贞这下就吃不消了,你怎么还跟我玩捆绑销售 最后他只取了木花开叶姿,把石场姿给推了回去 这一推就变成外交纠纷了,大山金剑也是个大神,他也是要面子的 我好心嫁女儿,你要跟我玩七天无理由退货嘛 他就去和穷穷储存名说了,我给你两个女儿是有道理的 给你石场姿是为了让你像石头一样坚固永恒 给你木花开叶姿,让你可以像樱花一样美丽灿烂 二者缺一不可,不然的话,你小子自己看着办吧 穷穷储存不吃这一套,我谢谢您,我就是只要樱花不要石头 您能把我怎样? 所以最后穷穷储存只获得了樱花般的灿烂,没有获得石头般的永恒 他的生命就变得和普通凡人一样了 这个设定非常重要,为什么呢? 因为在神代史的设定中,穷穷储存的后代就是日本天皇一脉 日本天皇理论上是天照大神的后人 那你怎么解释天照是一个大神,而天皇如此的肉体繁胎呢? 在古代很多天皇命都是很短的 首先医疗技术不行,而且他们有很多近亲结婚 那你怎么解释天照的后人命这么脆呢? 就是靠这个神话来进行解释的 因为穷穷储存当年只选择了木花开叶姿 不要时长姿,导致这一血脉失去了天精神原有的生命力 这个故事用今天的价值观来评判的话 超级政治不正确啊 赤裸裸的外貌骑士,长得丑怎么了? 长得丑就要遭到这样的污辱吗? 如果让今天的美国是拍电影的话 我觉得他们会让时长姿当女主 然后木炮开叶姿当反派 反派最后被女主打败了 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这就是今天好莱坞的现状 但我觉得换个角度理解 这个故事其实是非常正确的 正是因为你外貌骑士 所以你遭报应了 你变了短命 这个逻辑也是通的对吧? 所以就看大家怎么理解了 故事还有后续 后续情节把穷穷储存的渣表现得淋漓尽致 她和木花开叶姿只发生了一次关系 然后木花开叶姿就怀孕了 为此她表示怀疑 这个小孩真的是自己的吗? 不会适合别的什么国精神生的吧? 老子可是高贵的天精神啊 这些事情马虎不得的 你想一个男人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 产生这样的怀疑 并且还当着自己老婆的面表达了出来 这得有多渣啊 木花开叶姿为了自证清白 放火烧铲房 如果老娘在外边有人就让我被火烧死 最后母子平安 穷穷储尊 这才安下心来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在神代史中放这样一段 显得很奇怪呢? 说明男性对于配偶在忠诚方面的担忧 古来有之 早在洪荒时代 男人们就已经开始担心自己有没有被绿了 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但我觉得以我们的文化环境来说 这应该是一种难以迟迟的小心思 是一种上不了台面的话题 但是他们堂而皇之地写在了神话里 而且写在了天照的孙子的身上 我觉得这一点还蛮有意思的 某些人文学科应该完全可以拿去当成本科论文的主题 我今天为什么突然想讲这个故事呢? 大家听完我的介绍之后 你觉得木花开夜之和不见月有什么关系呢? 完全没有对不对? 那为什么网上会突然出现相关的留言呢? 我又要搬出一个我强调过很多次的理论 我觉得有时候网上突然出现的那些明明罗织性不强 但指名道性却又非常明显的推断 有可能是某个名词泄漏了 比如说林言之是最好的例子 对吧? 林言之很早就被泄漏了 我觉得同理可能还会有相似的情话 不只是木花开夜之 经常被人提到的披沙门天、长臂之、八尺啊 这些 我觉得其中有一些未必真的就是网友的瞎猜 有可能是某一些未执行的方案的泄漏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吧 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已经供大家参考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